- 正在澳門的淘汰海綿,發現了一具浮屍, 和大家跟進下情況是甚麼呢? 根據澳門司警報案中心,今早8點50分接到海關通知, 就說在淘汰蓮花海濱大馬路對開的海綿, 竟然發現到一具男性浮屍拖在淘汰某一間酒店碼頭上派人去做處理。 而根據了解,最早在今早7點20分, 海事及水務局人員巡經蓮花橋底對開海綿,發現了這具浮屍, 透過海上交通中心通知海關派人去做處理。 根據這具屍體進行檢查,屍體左上臂有擦損和骨折, 左下額有表面淺擦傷損傷, 除此之外沒有發現其他可疑或經由刑事引致傷痕。 死者是男性,亞裔60多歲,身高7米左右, 上身穿著黑色衣服,下身穿著深色長褲,沒有鞋子。 死者身上沒有發現任何屬於死者的身份證明文件或遺書, 而警方就將它列了做屍體發現案,死因有待確認。 今集特發消息和大家更新到這裏,大家有什麼想說呢? 下面留個言,我們下集再見,拜拜!